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第二讲 前一讲呢 我们说到 这条船在前进两个船身 就会呢 切到河边 也就是在前进800公尺 那不幸的是呢 事情并没有这么顺利 这条船呢 直接就开出去搁浅 那我们看到右边呢 红色的这条线呢 就是它的航机 那照讲呢 船只越大 回转半径呢 就越大 所以我们看到 右边这个图上面呢 有很多的航机 都是黑色的 那有的呢 比较南边 有的呢 开的位置 跟它差不多 但是最起码的是什么 人家的起始位置 就是开始进入 回转操作的位置呢 都比较靠近 南边的浮标 那没有一条船呢 开到像它这样 开到浮标的北边 那等到进入回转区的时候呢 就没有足够的距离往南开 以至于呢 最后 差这么一点点 那就搁上 这个就是呢 超船 有它的限制 所在 好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 长翅轮 这一次北上 这个 现在呢 这个图形 是 红色的是 长翅轮 时间呢 是早上的 七点十分 刚刚 进入 运河 那前面呢 就是在 毛地 那 七点十分 没有意外呢 是 大副的班 但是呢 因为刚 进运河 那 来要香烟的人呢 若意不绝 要检查证书 检查这个 检查那个 所以呢 大部分都是 大副 还在办公室 处理 这个 结冠 清冠 交际的 事情 那我们要会看 这一个 AIS的 信号 右边 这个橘色的 方块 第一个 写的 Ever Given 这个就是 长翅轮的 英文名字 下面的 SOG 就是 对地的 速度 是 8.1节 那 将近于呢 15公里 每小时 15公里 的速度 HDG呢 就是 Heading 船首向 COG 就是 Cose Overground 对地的 航向 那我们看到呢 船首向 是 49度 那 对地的 航向呢 只有 44度 所以呢 就是 船头 指的 方向 并不是 他 前进的 方向 差了 5度 那 这个呢 表示什么 船头 背什么 可能是 南风 因为我们 刚好 这个方向 往东北走 南风 吹过来呢 就是 吹到 船只的 左边 所以呢 我们上一讲 才说过 船只 是 向 上风 转 容易 所以 船呢 很容易 就转向 上风 可是 船体 是怎么样 船的 身体呢 是向 下风 漂流 那 船只呢 船体 漂流的 方向 就是 他的 对地 航向 是 向 去 是 044的 方向 COG 43.9度 下面的 ROT 就是 回转的 速率 Rate of Turn 每分钟呢 是 1.5度 那 这个 1.5度呢 有 正 负的 符号 正的呢 就是 向 左转 负的 回转 速率 就是 向 右转 那 现在呢 他是 船 手 对的是 049 可是 船 前进的呢 是 044 那 船只呢 正在 慢慢的 左转 回来 那 可能是 有用 舵 这边 没有呢 使用 多少 舵脚 的 显示 那 下面 这个图呢 时间 是来到 7点 14分 过了 4分钟 那 我们看到呢 船位 已经 明显的 偏到 北边 那 这可能 是 风力 也可能 是什么 受到 流水 的 影响 流水呢 如果 往北边 推的时候 那 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船只的呢 右下角 黄色的部分 是 陆地 那 流水 沿的 陆地呢 就 刚好 在 陆地的 转角 这里 就是 流水 最强 的 地方 所以 可能 是 受到 风力 的 影响 那 也 可能 是 受到 往 北边 流动 的 流水 的 方向 的 影响 把 船只 往 北边 推 所以 过了 这个 角呢 船只 现在 是 在 航道 的 北边 也 就是 左边 我们 看到 现在 的 航向 航速 速度 是 8.6 节 那 船 手向 是 48度 船 支的 对地 航向 是 46.8度 回转 速率呢 是 负的 4.4度 也就是说呢 刚刚的 船 手向 0.49 现在 变 0.48 只 差了 一度 看起来 差没 多少 那 对地 的 速度呢 实际上 已经 从 0.44 改成 0.45 5.8 船只 回转 向 右边 转 每分钟 4.4度 这些 数字呢 看起来 都 还好 可是 不好 的是什么 不好 的是 船呢 已经呢 偏到 北边 去了 所以 船只呢 偏到 一边 我们刚刚 在 第一讲 里面 有 看过 运河的 下面 其实 不是 平的 它 两边 是一个 梯形 越靠 旁边呢 水越 少 水也 越 浅 那 我们呢 在路上 开车 有道路 边线 那 在 运河 里面呢 也有 道路 边线 只不过呢 运河的 道路 边线 眼睛 看不到 是在 水底 所以呢 这就是 需要 很多的 经验 才能够 发现 那 我们 在 这个图呢 可以 再来 仔细的 研究 一下 看 这一张 海图呢 黄色的 那 就是 沙漠 西奈半岛的 沙漠吧 那 我们看到呢 蓝色的 浅蓝色的 就是 浅水的 区域 那 在 运河呢 除了 蓝色线 蓝色的 浅水 跟 中间 白色的 深水 还有一些 虚线 这个 虚线呢 就是 我们前面 看到 运河呢 的 梯形 过渡的 地方 也就是说 超过 这个 虚线呢 实际上 你的水深 就已经不够了 这时候呢 船只 就会有一些 很 奇怪的 举动 因为呢 船要 浮在 水面上 你没有水 给它 它就下沉 那 加上 船只 向前进的 速度呢 那 这边的水呢 船头浪 会把呢 这个 船头 推开 我们现在 看它的 航向 航速呢 现在 这张图的 时间 是 7点 15分 过了 刚刚的 一分钟 那 船只呢 左边 整个呢 都已经 到了 潜水区了 所以 这时候呢 船只 就要开始 失控 我们看 它的 船速 是 9点 2节 那 刚刚 是 8点 6节 所以 船 一定是 加车 它的 航向 48度 跟刚刚 一样 没有 变 那 对地的 速度呢 航向 对地的 航向 是 44度 刚刚 是 45.8 所以 又向 北边 推了一点 那 这是 不利的 对不对 北边 现在 是 浅滩 回转 速率 本来 刚刚 是 向 左转 现在 几乎 归零 那 借这个 机会呢 我们 多讲一点 什么叫做 on the groove 上道 我们 经常说 这个人 上道 还是不 上道 那 上道 就跟 坐火车 一样 轻轻一推 就跑很远 因为摩擦力小 那 现在呢 长次轮的 左边呢 可能 就已经 上道 因为呢 这边的 水浅 所以呢 相对的 水的 阻力 也比较少 所以 船只 遇到 这种情形呢 反而怎么样 遇到潜水 船速 会 加快 当然 也可能 是因为 船上的 临港呢 加车 增加 舵效 所以 这里 有可能呢 左边的 已经 上道 也就是 到了潜水区 因而呢 船速 加快 我们看呢 现在 这张图呢 是 3D的 Google Earth 很明显的 看出来呢 运河的 左边 水比 右边 浅 所以 他有呢 画了一些 绿色的 在上面 右边的呢 就是 沙漠 比较呢 水深 那靠近岸边的呢 免不了 会有人 什么 丢垃圾 还是 什么东西 所以呢 水比较浅 那 船呢 现在 实际上 是 开到 潜水 区域 那也许是 不得已的 因为呢 刚刚我们说 吹的南风 或者是呢 流水 把它推到 北边 港口的 这一边 现在 这一张图呢 是 7点 24分 刚刚 是 15分 所以 过了 9分钟呢 船只 相安 无事 没有什么 脱稿的演出 也没有流水 也没有被风吹 可是呢 现在的船数呢 已经增加到 12.7节 那 是有呢 相关的 报导说呢 在运河里面的 线数是 8节 所以 刚刚进口子的时候 8节 9节 还可以接受 那 现在明显的呢 船只 就是已经 超速 那 现在的航向 是 24度 对地的 跟船手向 都是一样 船只 正在 缓慢的 向右转 以 每分钟 7.6度的 方向 向右转 那 其实呢 到这里呢 大家 应该 看得出来 船 应该是 要向 左转 往 北走 在 这张图 我们看到 是 7点 27分 50秒 过了 将近 三分钟的 时间 船只 还在 加速之中 从 12.2节 加到 43.2节 航向 是 对地 航向 是 9.1度 9.4度 船只呢 正在 向右转 因为 它的呢 船头 船身呢 现在在 航道的 左边 那 这一点呢 就是 也有可能 船头呢 吃到 按推力 所谓的 按推力呢 就是 船只 前进的时候 船头浪 打到 岸边 反弹 回来 把本身的船只 推开 所以 船头呢 会有 按推力 那 船尾呢 有 船尾浪 那就会有 也有可能 遇到 按推力 这一步 就会有 船头